大家好 我是长工 今天想跟大家讲几件非常巧合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中也有好几件是跟拍鸟有关的 第一个事情那是很早很早 因为这个是没有影片的 有一次那时候高速公路我们一高刚开通没有多久 那我开着车 从头粪要回台中回家 半路上行 那个车子前面有旗杆 左边的旗杆上面挂了一只麻雀 一只麻雀刚刚好就打在这个旗杆上面 身体就像折断了 然后它不会掉下来就挂在那里 那车子一直开一直开 我那时候就哎呀这个实在是奇景 想要赶快拍下来 可是手边又没有相机 然后又在高速公路上面 最后到了收回站 车子一停 就掉下来了 这个几率 因为当时高速公路刚开通不久 所以这个鸟也不太适应 还是会低飞 那时候车子并不是太多 所以这种几率 能够这样碰上去挂在那里 这个是不可思议 第二个事情呢 也是鸟 以前我在老家山上种水果 因为是种在山上 所以它是一个 它开垦成这样一坡一坡一坡 它不像那种梯田 种到梯田是比较宽 那个种水果它就一行一行 一行上面一行再一行这样 那我从底下 要走上去 我们那是种的梨子 它这一行里面 那个土是中间稍微高一点 两边稍微低一点 它也排水的关系 然后我一走会听到 这个路边这个树的后面 地上有细细收收 就有一点声音 有一点声音 那我身上带的那个老虎钳 钳子 我就这样一甩 没有动静 结果后来我就跑过去看 那个钳子刚好压在一颗 压在一只这个麻雀的脖子上面 这个是不可思议 这个也是很离奇很离奇的事情 第三个 也是早期我在头粪的时候 有一次从头粪到竹南 骑摩托车 在那条路还蛮不小 也是双线道而已 在旁边还有一些空 那我骑摩托车一直往前骑 结果前方路边 右边我往前面 右边的路边 有一辆大卡车 停在那里 上面站一个人 一直跟我挥手 一直叫我这样 一时我看不懂 我也不晓得 然后一直骑一直骑 快要到了 大概剩下什么十公尺 就是我突然看到说 这辆卡车跟对面的一辆卡车 中间连了一条链条 就是我们拖车用的金属的链条 像电缆缆这样 横在马路上 可能就是这个车子 这样出来要拉后面的车 结果这个出来过来以后 那车还没有拉它一条铁 一个很粗的 比大拇指差不多这么粗的一个缆绳 就横在马路上 这有多危险 我一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 因为只有看到以后 马上就快要撞上去了 突然间后面一辆小卡车 很快的碰一下就 就把那条纜绳给撞断了 那我就平安的过去 这是千钧一法 真的是如果当时没有那部小卡车 把那条横在马路上的那条线 它的高度大概就是 大概我们如果站着的话 大概在胸部左右 这样一个高度 骑摩托车的话 一砍可能人就走了 所以这种巧合啊 让我不得不相信 冥冥中有神明在保佑 在那个千钧一秒 一个瞬间能够突然一个卡车 所以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那有一条 然后他开得比我快 他开得比我快 啪一下转 然后那个就断了 我就过去了 好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个机缘巧合的事情啊 大家都会碰过 但是这件事情 如果你也碰过的话 那就是更是不可思议 早期我住在台北的时候 我住在内湖 从高速公路内湖交流道下来 回家 有一天啊 我从高速公路下来 从内湖的交流道下来 结果一下来以后 碰到前面是红绿灯 前面停了一部车 我是第二部 我的车牌啊 假设是AB1234 结果我看到 我停的时候没事 我足以看前面那个 后面的车牌 前面那个车子的车牌 AB1233 突然 哎呀 他的车牌的顺序 就在我的前一号 我们在这个 这么大一个区域里面 在某一个时间点 居然我前一号的车子 停在我的车子前面 这也是 这个是不可思议 这几率也是非常非常的少啊 所以 我跟他分享一下 另外还有一件 有关鸟的车子 巧合 有一年 我跟王老师到大陆 在大陆 某个地方 某个地方 那时候发现地上 那个历史地上 有一支历横 历横在附带 结果 我跟王老师就坐下来排 要等他 因为他看到人 总会走开 然后等他慢慢回来 我坐着 我坐着 三脚架架的 坐在地上 这样比较平一点的角度 拍那支历横 结果这个历横 后来走走走走走 走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啊 他刚好靠近那个 东方环景横的槽 所以就被那个东方环景横追赶 哭下来把他赶 然后他就飞了 飞了 我就跟着他绕 跟着绕 追啊 追 追着那个鸟 但是 他飞过去那边有遮了 然后 那个速度很快 我坐着 这个角度也有限 我就随手这样一转 转到那里去 然后我爬起来 走过去一看 诶 那个鸟刚好就落在我镜头里面 你想想这个可能性啊 就是我们随便一转 转到一个地方一个点 然后这个鸟叫飞飞飞飞飞 刚好飞到那个点 停下来 哎呀 这个是 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几率也是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但这个有影片 所以后面我就把这个 这过去曾经放过啊 那我就经过说明 我再把它简单的摆在底下 给大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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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